在法國坎城銀展 奪下最佳導演獎的刺客念影娘 又被選定為日內瓦國際銀展開幕片 銀展執行長兼藝術總監貴諾 對台灣名導侯孝賢贊予有加 還說這是他今年看過最好的電影 這是一個美麗的心 這可能是胡沙歐善的照片 胡沙歐善是一名最好的電影師 只有照片 你只能看到照片 你能明白這就是什麼 駐日內瓦辦事處處長易志成也表示 希望藉由刺客念影娘之不騙 讓歐洲電影愛好者對台灣有進一步了解 希望台灣的電影能夠在未來 在國際的影壇上繼續花光花熱 也希望歐洲地區的電影愛好者 能夠喜愛這部電影 儘管電影的中國古代歷史背景遙遠 台詞也叫堅塞 但貫諾認為 侯島想傳達的意象 不需要太多言語和動作 就能將故事傳達給觀眾 他一點都不擔心 歐洲影迷會無法感受電影意境